今天我們來談談Sony的A7S3 OK 你們可能會覺得 欸 Jason A7S3都已經出了快一年了 你怎麼現在才在拍開箱 不 我跟你講 在相機什麼時候拍都不想玩 在A7S3於去年的2020年7月28號發表之前呢 Canon的R5真的算是搶劲的風頭 可以機內錄8K的RAW 然後4K 120幀 然後10bit 422的色彩格式 你知道當時Canon R5的這個消息一出來 大家都說是時候該回家了 你知道就連我那時候都心裡就在想著 我是不是也應該就是回家一趟呢 畢竟我在最一開始的時候是Canon的用戶嘛 你知道正當大家都以為Sony會這麼就是 什麼都不做靜靜的被R5屠宰掉的時候 Sony在他的IG官方 Sony Alpha上面 PO出了一張照片 A7S3將在2020年的7月28號發表 然後他上面還寫進英文 Imagination in motion 你知道我當時的心情就是 我本來已經準備回家的時候 Sony就突然炸了一個A7S3出來 然後Sony這樣一搞我又得就是出家維尼 維尼? 入花! OK那現在已經將近過了一年的時間 我們再來好好的介紹一下這款 A7S3 我們從外觀開始講起好了 他跟A7S3最大的差別就是前面的這個S 廢話 最直觀的感受就是他的機身厚度比起A7S3還要厚了一些 握在手裡會更有份量 相較A7S3來講他的重量也稍微重了一些 但是呢 我覺得都還在就是可接受範圍內 另外呢 就是上方的錄製按鍵 在A7S3上面他的錄製按鍵變到了他的那個C 某個快捷鍵的旁邊 那因為畢竟Sony的A7S3他是屬於一個錄影為主的相機 所以他的那個錄製按鈕做的比較大顆比較顯一點是蠻合理的嘛 那如果是在A7S3上面的話 他的錄製按鍵是在後面 來這個地方 所以就是 其實他並不是很直覺 而且他按下去的那個回饋感 其實 老實說不是很好 比起A7S3的那個錄製按鍵 按下去的回饋感你會覺得 你有確實按下去 但在A7S3上面他的 這個按鍵回饋感的確不是太好 那在模式切換的跟曝光補償的那個旋鈕上面 A7S3也是做了一個蠻大的改變 首先他在他的模式切換這邊多了一個旋鈕 所以你在切換的時候你就不會 可能有時候會誤觸啊 轉到什麼不該轉的地方 然後呢在曝光補償的這個旋鈕上面 A7S3上面多了一個那個 算是一個鎖吧 曝光補償鎖 因為我自己老實講 我在用A7S3然後 可能拍攝一些Vlog或商案的時候 我很常會誤觸到 這個曝光補償所 可能有時候會觸到可能變成正2 然後可能拍Vlog就整個曝光到過曝爆炸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就是多了一個曝光補償所算是一個非常 非常貼近人性的設計 再來呢就是各類記憶卡的插槽 我跟你講在A7S3上面啊 這些插槽如果你全部把它打開 它會一直這樣子晃 有沒有看到嗎 它不能很好地固定住 而在A7S3上面的話 它似乎多了 我不知道那個怎麼講 它就是可以固定住 打開之後它就不會在那邊甩來甩去 因為我之前掛上HDMI線 然後再掛一個麥克風線 它就會一直發出很吵的聲音 然後加上它旁邊這個就是 這個叫什麼 相機背帶的這個卡扣嗎 在A7S3上面它很容易 它很吵 然後在A7S3上面 它新加了一個阻尼 所以你基本上 不會聽到這個小 小卡扣在那邊吵來吵去的 另外全尺寸的HDMI 那在A7S3跟Sony 6400那些比較以往的機型呢 它都是這種Micro的 還是Mini Micro 應該是Micro Micro的HDMI 這個MicroHDMI的缺點就是它比較容易 接口比較容易斷 那在A7S3上面它變成了全尺寸的HDMI 這對我們這種需要用監視 螢幕的這種Film Maker來講真的是 太方便了 再來呢記憶卡插槽也做了一些改變 那在A7S3上面它是 只要這樣子一推它就可以打開 那在A7S3上面呢它是需要往下 推再往後拉 然後在A7S3上面它多了 它現在可以裝入SD Card 兩張SD Card 跟兩張CF Express Type A 不過其實說實話我自己是比較喜歡 A7S3的這個記憶卡插槽 因為它只要一推就可以打開了 相反的在A7S3上面就是我剛剛講到它必須往下拉再推一下才能打開 有時候你在單手操作的時候會比較沒那麼直覺一點 也不是說這樣的設計不好就是我個人是比較喜歡A7S3的記憶卡插槽設計 再來就是翻轉螢幕 我必須再講一次翻轉螢幕 如果你是Canon的用戶的話 你可能不懂我們的我們Sony用戶的感動 Sony竟然願意做翻轉螢幕耶 我的天啊 雖然說在A7C上面有翻轉螢幕 但我覺得那只是就是 拿來稍微過渡期而已 因為在A7C上面的觸控螢幕 它沒有觸控功能 你不能去點選它的菜單 但是在A7S3上面 它有翻轉螢幕還有全新的菜單 而且你可以觸控 然後它的反應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快蠻多的 我本來想說A7S3的觸控螢幕可能就是 會稍微有些延遲 但沒有 它的觸控螢幕反應非常靈敏 而且呢 菜單的改進也讓就是使用者可以更 更直覺更方便的去找到他們想要用的東西 想要選擇的項目 不像之前的A7S3 A6400 我用了三年左右吧 我還是很多時候找不到我想要的 不能馬上找到我想要的那個選項 Sony的工程師終於願意聽我們使用者的心聲了 再來呢就是它機頂上面的那個944萬點的EVF Sony宣稱它這個EVF是全世界還是就是全無法裡面最好的EVF 但是其實我有一點點不解釋 畢竟A7S3它是定位在錄影的一台相機 基本上錄影的使用者不太會使用EVF 你懂我意思嗎 這個就好像有個人來面試籃球隊然後跟你講說它很會游泳 不過講是這麼講啦 我自己在使用這個EVF的時候我真的覺得它的它不是唬爛的 944萬點的那個景觀窗 觀景窗 景觀窗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 我自己在拿A7S3拍照的時候也是用的很爽 它的那個畫質真的非常非常好 最後提一點 A7S3的按鍵的感受也是在歷代Sony相機連相機裡面 我覺得感受最好 因為A7S3的按鍵行程比較長一點 所以你按下去會有比較好的回饋感 而在A7S3、6400等等的相機上面 它的按鍵回饋感就是 比較沒有那麼好 感覺行程比較短 當然我覺得這個其實不會很大程度上的影響你的拍攝表現 但就是 按起來就是比較爽 OK那講完了硬體規格的部分呢 我們來講講A7S3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它的錄影規格 A7S3的像素是1200萬 OK可能有人會說 蛤? 現在2021年 有的手機都已經一億像素了 為什麼一台相機一台微單還在1200萬像素 就是為什麼Sony會選擇一塊這麼低像素的傳感器 OK我必須要跟你們講一件事情 就是 傳感器的畫素 重要的不是數量 而是質量 這個呢我需要借助一下Tim的畫面 我自己就不深入講解這個話題了 如果你們有興趣想要了解就是 傳感器畫素啊等等的東西 你們可以去看一下影視颶風的Tim的影片 我就不多說了 像A7S3 然後我用S-Log3來拍攝10bit 422 4K 180幀 我必須講 太香了 真的 真的香到爆炸 Sony官方宣稱 A7S3的S-Log3有15檔的動態範圍 你要知道15檔是非常誇張的一個動態範圍 但是呢經過國外的某個YouTuber實測之後呢 他其實只有大概13點多檔的動態範圍 雖然沒有到15檔的動態範圍這麼高 但其實13檔已經非常美好了 加上10bit 422的色彩格式 Sony A7S3可以給你一個非常非常棒的畫面 再來呢就是A7S3的低光源拍攝 這點我比較想從我自己的使用心得跟你們講 我不想要從那種比較technic的技術方面去跟你們講 OK你們可以看一下這個畫面 這個是也是我在荷環山拍的 然後我記得當時我用肉眼都已經很難去看到 一些場景啊還有我朋友的臉 但是用A7S3 然後我那時候那個ISO調到auto 然後基本上就是拍得清清楚楚 雖然當然我知道有一些噪點 但因為那時候的ISO已經拉到非常非常高了 所以不得不說 Sony的A7S3真的是一台暗夜怪獸 另外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說 就是A7S3或者是他的另一個機型FX3 他們都有雙原生ISO 就是Dual Native ISO 好像是這個名字 那如果你想知道就是雙原生ISO是什麼的人的話 我不想要在就是影片裡面細講 因為他講起來很繁雜 你們可以直接去Google上面打雙原生ISO 我稍微講一下好了 總之就是 Sony的A7S3他在每個PP每個Picture Profile下面都有一個對應的雙原生ISO的起點 比如說S-Log3的起始ISO是640 那他的雙原生ISO就要乘以20是在12800 那這會出現什麼情況呢 當你在使用S-Log3然後ISO在640的時候 你的畫面會非常的乾淨 非常的純淨 OK 那假如說你的ISO拉到大概6000到10000的時候呢 你的畫面會開始出現一些噪點 比較沒有那麼乾淨 但是OK神奇的來了 當你把你的ISO拉到12800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的畫面會瞬間乾淨 很奇妙吧 那這次A7S3的起始ISO呢 也從之前A7S2的1600下降到這次640 並且在A7S3上面你還能繼續往下降 你可以降到200 300 100都可以 但是我經過實測 然後Youtuber國外的Youtuber有實測過 你的起始ISO還是留在640就好 因為你往下降 其實我覺得畫面其實沒有更乾淨 相反的 反而在640還是最乾淨的 而且呢 這次A7S3可以錄製4K 120幀的影片 想當初我用A7S3 640的時候都只能拍 就是4K 24幀 然後4K 30幀 而且4K 30幀還會裁切 但你需要知道的是 A7S3在4K 120幀的情況下 是有一個裁切的 但是它的係數只有1.1 所以基本上你很難去發現 到底有沒有裁切 對 所以我覺得影響不大 另外呢 A7S3還可以錄製1080P 240幀 然後我記得好像 這個情況下好像也會裁切 然後我自己是還沒使用過 240幀的超級慢動作 我之後如果有試的話 會再拍給大家看 再來就是 A7S3的編碼格式 我相信也是讓一堆人一頭霧水 因為在之前的A7S3機型上面 它只有XAVC 呃 誰 XAVC什麼我忘記了 反正4K 它只有幾個選擇的格式而已 我買它之前也是做了不少功課 然後我之後會再做一部影片 詳細講解它每個格式是什麼意思 跟代表什麼 然後呢 A7S3的自動對焦正是 一如既往的可靠 甚至比A7S3還要再強大一點 然後因為在目前市場上的相機裡面 各大廠 FUJI PANASONIC 然後 SONY CANON 等等的 目前自動對焦做得最好的 還是 Canon跟SONY這兩家 再來呢 就是 五軸防震 我不會說A7S3的 就是五軸防震有到 非常厲害 但其實也算是 可用 而且它這次在A7S3上面 還有一個新的防抖 叫做 就是它有一個模式 叫做Active Steady Shot 增強防抖 對應該是這樣翻譯吧 不過會有一個係數裁切 然後我其實不知道正確的係數是多少 我看起來應該是1.3 1.2左右吧 然後這個畫面是我開著那個 增強防抖的情況下 邊跑邊拍的 然後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用 但是因為 那是我第一次 拿到A7S3然後 開著防抖去拍 所以可能可變 變量還是蠻多的 然後我之後應該會再做一個影片 詳細去測試它的防抖功能到底如何 另外A7S3這次 也在它的機身上多了一個 就是外部的 白平衡的感測器 你要知道在之前的 A7S3 A6400 A6600 A7R3等等的相機上面 它的 白平衡的 那個怎麼講 自動白平衡的感測器都是 透過它的感光元件去測 所以有時候會 非常的不準 相信我 我非常有經驗 我當初跟那個 WELL去拍 BRO挑戰的時候 我還被他一直嘴 那個 Sony的白平衡很差 所以呢 A7S3這個新家的 白平衡傳感器 白平衡感測器 對我們這種 影片創作者來講 真的是非常好用 你知道畢竟 當你在外面 VLOG 或是Running Gun的時候 你沒有那個閒時間去 那個設定 然後拿一張黑卡 然後 在那邊測白平衡 所以你交給A7S3的外部 白平衡感測器 就非常方便 你就直接設自動 然後到處VLOG 你的白平衡基本上 也不會錯太多 另外呢 S-CineTone也是 A7S3上面 令人滿滿意的一個東西 然後如果不知道 S-CineTone是什麼樣的 什麼東西的人的話 它是一個 Sony在它的 CinemaLight上面 會提供的一個 相片設定檔 簡單來說就是比較偏 電影感的 那種相片設定檔 然後它一般來說 就像我剛講的 它只會在 CinemaLight上面出現 然後它這次 出現在了 A7S3上面 簡單來說 S-CineTone的 直出畫面 就非常可用 它的對比度 等等的 就已經幫你 就是你只要直出 然後你不需要 經過太多調色 就可以 蠻好看的 然後其實我現在拍攝 也是使用 S-CineTone在拍 因為我之前在 A7S3啊 等等的相機 都是用 HLG2在拍的 所以我現在也是 在稍微測試一下 S-CineTone的 效果如何 當然 講了 A7S3這麼多的優點 我們還是得講講缺點 它其中一個缺點就是 當你把旁邊的 HDMI接口打開之後呢 你的翻轉螢幕是翻不過來的 這雖然說不是一個 太大的問題 但總之就是 我自己試的時候覺得 這個好像是算一個缺點的東西 另外就是 為什麼 我真的不理解 為什麼 A7S3不給 DCI4K 你知道嗎 如果有人不知道 DCI4K是什麼的話 它是 4096x2160的4K 它就是 各位應該有看過 有些人做影片的時候 會在上面加黑邊 那如果你是輸出 4096x2160的格式的話 它會自動有黑邊 就是 因為自己家的黑邊是 消耗了 算怎麼講 浪費了你的感光元件 但4096x2160的 DCI4K 它是真正的 會有 那個黑邊 因為你知道 畢竟 A7S3它定位算是一台 錄影優先的 攝影機 錄影機 它為什麼不給 DCI4K 甚至在 FX3上面也沒有 我真的不是很懂 以上 A7S3真的是一台 非常 非常香的相機 特別是對我們這種 影片拍攝者來講 A7S3這個價位應該算是 最好的選擇了吧 如果那個 BMPCC不算的話 當然那又是 另一個故事了 但我必須說 有些人問我說 JASON這台相機 A7S3它適合新手使用嗎 他 我必須講 他不適合新手去使用 因為 他的4K 10bit 422的色彩格式加上H265的 那個影片編碼 新手 對新手來講的確是比較 難去調色啊去剪之類的 因為S-LOG3畢竟是需要一定的基礎 調色的基礎才能調好的 所以如果你從來沒有接觸過相機 然後你第一台相機就想買 A7S3 然後你只是拿來 VLOG的話 其實我就不建議你買 A7S3 那我之後呢 會再做更多跟 A7S3有關的一些 比如說那個 雙原生ISO的評測 那個 有沒有大家 很想看 讓你們體驗一下 12800 然後那個畫面還很乾淨 是什麼概念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Peace